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31日 今天来谈谈陕西官场的变化 中共官场像邹马登似的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换了一擦又一擦 但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还是目标 所以说官员的变化 海内外都在关注 特别是香港的媒体 还是比较厉害 超前发布消息 就陕西省的官场 这胡和平掉地了 胡和平没有高盛 这个调到了什么 调到了旅游文化部里 做这个党组书记了 根据今天这个新华社的报道 只有简短那么一行次 讲到什么呢 中共中央决定胡和平同志 任文化和旅游部当组书记 真是很有意思啊 因为什么呢 胡和平是习近平的一个贴杆啊 这个而且一直是这个在这个脱贫攻坚这个问题上啊 没有干实实在在的一些事情 反倒是在搞形象工程啊 搞画架子 这个习近平呢 去这个陕西考察的时候 那胡和平表现是绝佳 但是呢 这个胡孙华去思杀的时候啊 他却这个对于这个胡孙华呀 这个给外界的印象啊 确实不那么就是说 用户啊 而且非常明显呢 在这个新华社报道的方面 故意淡化了这个 这个胡孙华呀 那当然呢 媒体的报道不是由这个胡和平来决定的 但是胡和平那段时间呢 我查阅了网上的消息啊 也就是胡孙华是在这个六月的五号到七号到陕西的时候 他去思杀的时候是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 这是第一次啊 胡孙华担任组长之后第一次召开什么座谈会 不是仅仅思杀这一个地方 而是要把这个当时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司的负责人调到这个陕西啊 去这个开会 那么胡和平参加了 那么省长啊 这个刘国宗也参加了 但是你看 这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这个事情 只讲到这个胡孙华去思杀 更没有讲到胡和平陪同他 刘国宗陪同 其实是陪同了 但是没那么积极 什么原因呢 因为胡和平认为你是共性团 这个习近平一尊不认同 我不打理你 说那个时间 我看到那个陕西日报的报道 这个胡和平正在搞什么呢 全力搞这个 这个批斗这个赵正勇的有关会议啊 就像摩托大革命的时候啊 围绕这个赵正勇的案件呢 常委会这个几乎是开了好几次啊 就研究怎么能够这个肃清赵正勇的这个影响和流毒啊 也就是在搞内斗啊 没把精力放在什么扶贫弓箭上 这个所以说 这个胡孙华回到北京啊 我估计肯定是很神奇 向这个一尊回报 因为胡和平 他并不知道啊 现在目前中共这个决策层 核心层已经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习近平的势力开始逐步的走弱啊 他忠用这些底细工作做得太差了 连连失误 不论是担任这个中美谈判的刘鹤 这还是这个 这个重庆的这个陈敏尔啊 还是这个菜鸟 北京的菜鸟 菜旗啊 这个等等这些人吧 工作都没有做好啊 特别是一尊本身 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问题上 这个到目前的这个情况看啊 至少是误判 这个至于说是不是有益制造病毒 那个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啊 国际社会都是聚焦 但是你肯定是春节团队会不提这个武汉 也不提西洋冠状病毒 那证明他好大西洋 误判造成了小组长不得不给这个 这个李克强啊 那么孙孙兰如果不去的话 英勇不去 那后北就完蛋了 习近平就彻底垮掉了 所以说习近平经历着这样的一系列挫败啊 现在看来 他也不得不给这个胡春华啊 李克强他们让出这个权力的空间呢 再加上现在这个整个的国际形势啊 美国这方面的 这个和中国脱钩啊 有可能进行军事打击啊 所以他习近平吓坏了 但需要哄一哄这个胡春华 那自然而然胡春华回到北京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胡克平在那个那种啊 这个自搞一套啊 我去这个思察 召集这个内蒙古 甘肃青海宁夏 就负责人研究这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尤其贤解这个会议座谈会的时候 他也不认真听取啊 而且 那个脱贫攻坚搞得不好啊 搞一塌糊涂啊 只是搞一内斗 抓了很多人 你看网上的消息 把那个 中共的反腐败啊 在这个陕西那时搞的是鸡飞狗跳啊 也不仅是赵正勇 这个陈国强省长啊 等等 数十名高官啊 包括官员 还有国营企老板 就统统就抓起来啊 搞得这是鸡飞狗跳的 所以胡思华也非常的有一些 特别是抓住这个胡和平 脱贫攻坚失误这个问题上 向习近平提借啊 那习近平也没有办法 因为什么习近平 这个执政啊 威仪的亮点 就是威仪的 还有点意思的 就是这个脱贫攻坚 还是有一点啊 让老百姓感到 就比较实在 但是恰恰呢 收官自念 说了大话 根本没有完成啊 李克强一句话 地坛经济 六亿人口三亿是 是一半人口 几乎一半人口啊 是这个 这个 在贫困线上挣扎呀 每个月收入不过一千元啊 戳穿了他所谓的脱贫攻坚 这个收官员呢 要获这个胜利啊 这个 这个梦想和承诺呀 所以说 和谈什么乡村振兴这个战略啊 那么这个 这个胡存华提一些 那肯定啊 胡和平 这个是没有面子啊 很丢脸的 于是就进行了这一次的 这是调整 原本就胡和平以为我在 这个陕西啊 打击的工情团派赵正勇啊 赵正勇啊 这个已经这个庭审了 腐败的基因是高达九个亿啊 那么再把他这下边这些 这个支支漫漫啊 下边小喽喽全部抓起来 那一孙肯定高兴 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随着这个战争的来临啊 这个陕西成了大后方了 那边有军工企业 还有地下工程啊 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啊 这个一孙的爸爸 那个墓地在这地方搞的也是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这是非常的奢华啊 这个秦岭这个别墅又推倒了 现在风水又恢复到了 所谓的这个青山绿水啊 那么习近平认为 那个地方风水很好 将来一再开战 可能要躲到那个地方去 胡和平就准备在那个地方接手了啊 以为要高升当官 就没想到 这个没有 不但没升上去 反倒什么 这个给他调离了 而且调离这个地方 什么旅游文化部 这什么部 一点全都没有啊 根本不如陕西的风向大力 那么那么荣耀啊 实实在在的权力啊 这个你可以看出 就习近平的现在也这个 这个出境的确有点简单啊 有点像这当地的 这个华国锋啊 这个掌控能力足不足的走着了 被人的李克强和胡算华这些人嘟嘟逼着后来沮丧 搞得非常这个狼狈啊 所以说这个政治局开这个会啊 讲到这个10月份啊 开19届这个五中全会啊 都跟这些情况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那当然这个习近平能不能把这个被别人给他拿下来啊 被别人顶替啊 这个事还是一个比较悬的 但是你看这些风疆大力的变化 现在第一局就是胡和平摆下阵来了 刘国宗啊 上去 为什么用刘国宗 因为刘国宗他一个是一个这样讲吧 这个就派系色彩不是太浓啊 虽然现在他也是肯定是 也是要顺从习近平 要讲习核心 这是体制决定的 但是你从这个7月30号 这个中央组织部啊 这个分管这个日常工作 叫副部长叫江信志 到陕西31号宣布这个人事调政的调动的时候 估计肯定给当地这些官员很大的一个震撼 原本都以为胡和平在这 为了这个坚实啊 这个这个统治权力啊 没有想到现在马上就换人了 那刘国宗根据网络的消息呢 62年出生啊 黑龙江省望魁人 曾任黑龙江省政府研究室主任 赫岗市委书记 就坦率讲他当年 在上个世纪本人的时候担任这个文汇报 东北办这个领导的时候啊 经常去黑龙江 那时候他才是个小处长呢 就没想到他篡声的很快啊 看到网络的消息 说是07年4月就任常委了 秘书长了 后副省长 后来在中华全国总国会当副主席啊 书记是书记 后来当四川省委副首席 17年是极定是生长 现在就到了这个18年到了陕西党生长啊 19届中央委员 现在成为守护一方的凤江大利盐 习记平通过这个改用 派系色彩不是太浓的 不是习将军的啊 这样一种方式 像这个雷克强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 丝毫丝软啊 像这个胡春华安抚安抚胡春华 因为说胡春华现在在党内工作做的 还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博德啊 这个同僚们的赞赏啊 否则不能这么 否则不会这么活跃 你看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这胡春华走遍了这个全国各地啊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啊 那个可以这样讲 涉及到的领域不仅仅是自己以前分馆的山东了 而且还有外景感 这个外貌啊 给人的感觉 似乎是最起码将来要取代 李克强担任总理啊 搞不好 如果共产党不垮台的话 那可能还是说不定当一把手 他要当了一把手以后 那肯定就要翻过来 狠狠地整这个 现在正在内蒙古 搞腐败这个 这个陈明尔的大逆啊 这个在那个地方啊 一翻腐败的命意 把这个胡春华的地区啊 抓得是扫地出门的啊 一个不剩啊 也是这个 这种政治体制就是这样吧 一旦这个第一号领导人换了之后呢 肯定 这个下边啊 有很多跟班的 就会成为新的腐败分子 这说明什么制度性造成了 人人都腐败啊 你不能说这个胡和平整赵正勇 胡和平就清廉 不一定啊 你为什么现在画了刘国宗 假如刘国宗 翻脸不忍人 再去查出这个胡和平的底细 那说不定下一步 陕西官场还会抵震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 真是挺热闹啊 这次看到这个消息 感到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个胡和平调离 这个到北京啊 担任这个文化旅游部的这个书记 这个新闻啊 昨天港媒就报道了 好 昨天我在网上就看到了 但是昨天我没有 这个做更多的节目 因为昨天 这个到这湖边去啊 这个散散心走一走啊 这个所以说只做了一个节目啊 这个所以说 中共的官场 这是瞬息万别啊 如果再接下来 还有这个西家军 从这个其他的省市大员当中 这个被调离或者撤职的话 那这个就很成问题了 是不是啊 这个你看这个三十号 这个一孙在 这个踢拔的啊 上将的时候 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都很热闹 一踢拔就是一大批啊 而且面部表情呢 是这个身材飞扬 但你看这一四一孙 只提拔了一个火箭军政委 虚宗不认为上将 那西明本人呢 这是满面愁容啊 一看憔悴不堪 精神基本上就狂了 你想战还没打呢 就搞成这个样子 怎么能行呢 就是和谈什么 这个一孙的 又是什么两个一百年啊 统统是这个 这样虚垮的宣传 自己才值得稀里苦啊 你想就火箭军 一个政委 你就能控制火箭军啊 战争一开始以后 到那个时候 就是降在外 军民有所不受了 美国的这个空袭 肯定第一波的 这个大气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军事设施 类似火箭军啊 可能你还没等个发射呢 人就给你意味屏蔽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习近平为什么 就是任命这一个 这个许宗伯 因为不敢再任命多了 他也知道 一旦开战这些当兵的 每个人都如狼是虎 是不是 你看现在一个点头哈腰的 两面人一大批 就和胡和平这样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调理 我这对习近平来讲 就未必是一些好事情 那但是肯定李克强 就胡松华是略胜一筹啊 最起码胡松华心想 那个胡和平 我去这个到哪个地方去视察 而且还是一尊同意的 要搞着脱贫工钱 你不给面子 这个还在那个地方开创 会研究这个赵正勇的事 把我这事当成一个小事 我本人还去了这个梁架盒子啊 还是去拜访了这个 这个习近平当年 在梁架盒子里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 这个纪念场所啊 也给这个一尊面子了 你反倒来 这个冷淡我 翘无气我 那肯定心里是不爽了 因为媒体当时报道了嘛 当时搞这个脱贫工钱 这个座谈会议 不仅仅是刚才我讲 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 还有国务院副民主长高宇 中央农办副主任 农业务副部长叫韩俊 还有国务院副平办 刘永副主任啊 那胡春花到了延安寺 延川县 玉林寺 隋德县 米之县 湛阳 中共七大会之 杨交购物革命纪念馆 还给这个习近平当年 住那个窑洞里边在里边逛一圈啊 那什么意思 就哄一哄习近平 那习近平一看 你给我面子了 我这些 这个霸击我这小兄弟 竟然这样 不论你的这个 这个颜面 回来以后呢 胡春花在高壮 那肯定对这个胡和平 心里是不爽啊 你们既不能干 不敢正事 又给我到处 整天这个上演要事 那肯定非常神奇啊 所以现在 在这个团派李克强 胡春花的压力下 终于把这个 这个 陕西这个官场 进行了一次裂变 刘伯宗担任了 这个一把手的 当然了 你如刘伯宗上来以后 也不一定 会搞什么新的局面 都是共产党那些集成干 但是我相信 很可能在这个拍马屁方面 可能比这个胡春平要好 略微好一点 但是你不论是团派 还是西家军 还是江派 你面临一个共同的 什么问题呢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 自由世界已经 摒弃啊 这个中共了 很可能 你不管什么派系啊 随着美国等国际社会啊 这个特别是 就五眼联盟的压力啊 自由世界 世界 维随堵截的共产党就垮掉了 什么派人都给你抛弃了 丢到历史垃圾箱里 那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